诸佛圣华贤圣生 诸佛圣法贤圣生 诸子菩提永归一 我以文师修功德 唯一有情愿成佛 接下来要讲的是 第二节的最五个问题 测次两种错误的观点 就是对于关于直观的修行 因为我们应该讲到了 道士地顿讲到的热识修法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 关于修行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直观 直观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训练 调整 净化 改变 改变什么 这是我们的心 静化 静化 调整 改变 我们的修行 所以修行啊 悲根结底要修的就是我们的这颗心 防护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全国的目标是什么 就像你打仗一样 你要知道谁是你的敌人 敌人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 敌人在什么地方 这个仗能不能打得起来呀 能不能打得起来呀 这个仗一定是达得起来的 那 讲到两种 就是 这个对直观的修行啊 有两种下面也必须要迫着两种 错误的关键 所以 我们看 修上 这个直观呢 就是一种就是子 一种就是光 子 子就是不分别 在铁人密集里面讲 无分别一心为子 有分别一心为光 这个子的特别就是无分别 就是把心啊安住在 安住在某一个念头上 安住在某一种心情上 把你的心啊老老实地安住在某一种心情 心的段階之下 或者说把你的心安住在你的内心的某一个层面 或者说某一个念头 你就放在那里就好了 你不要强 你不要放在那里 你不要熟悉那种状态 熟悉那个念头 你就放在那里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子 什么叫光 光呢 就是有分别 有分别一心 有分别为光 光就是观察 思维 那么光呢 一般就是以这个 它的对象就是某种 静点 对某种静点进行看观 这个观 正确的认识这个子观啊 这个对于我们的修行 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对子观呢 在佛教所上呢 也有很多人不能正确的认识 比如有的人说 修行啊 他就是什么都不想 他认为只有无分别 有分别才是修行 那也就是分别啊 分别就不是属于修行的换套了 那 对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道次第论里面 专门就做了 就是 针对这个问题做了 比较 这个深刻的 研讨 这个道次第论呢 跟一般的论点呢 在修行上讲到最大的不同之处 也就在于 他非常强调这种观察修 他非常强调这种观察修 而且这个观察修啊 跟安处修啊 这个是修行的两个层面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么也就是说 观察修它是偏向一种分别 安处修呢 它是偏向一种不分别 那实际上这个两种修 这两种方法 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凡夫的修行来说啊 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偏偏的强调某一点 而口定的另外一点 那么师弟在这个修行上啊 是不完整的 在修行上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在钟大师呢 讲到这个破释两种万件啊 主要是真正最快 再对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看这个论点 专研经论经 初一闻起儒礼诗 从儒礼诗 敬会生 言从一所闻诸礼 儒礼作业中 而身险现通达真实地理 知诗所成为也 这里里面一部乐教的专研经论里面说的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文师修的关系 文师修的关系 我们修怎样就是从文师修路啊 文师修 从文师修路三摩地 那这个文师修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初一闻起如礼诗 最初要以文 听文正法 听文正法 以听文正法 升起如礼的思维 以听文正法 升起如礼的思维 从儒礼的思维中啊 引发智慧 引发智慧 从儒礼的思维中呢 引发智慧 这就是一个文师修的整个一个修行的过程 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次例 先要文 先要文了 尤其叫听文正法 你要不听文正法呢 你就不可能会有正思维 你要 你要没有正思维呢 你就不可能有 这种 这种 智慧呀 就不可能会有智慧的产生 好 比如说 这个 我们 听文了 无常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文的过程 我们听了这个无常的道理之后啊 我们就 那我们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 这个思维 我们对于无常的道理啊 要生成一种无理的思维 我们去观察 一切都是无常的 我们要反复地观察 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 这个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我们用这个无常的道理去观察 然后呢 根据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 说的无常的道理讲 进行反复的 接着 反复的思维 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呢 我们在观念上 我们就会形成一种无常的认识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无常的观念 这个过程啊 是要通过思维的 不管是五文革不识啊 你说你听到无常的道理 那也有得拼拼 我们每天会听的 我们每天会听到的道理是很多的 但是它规定都会成为我们的认识 真的成为我们的认识 成为我们观念的 那一定是我们通过思维过的东西 思考过的东西 它才有可能啊 成为我们的认识的 当我们真正有了这种无常的认识 无常的观念之后啊 如果能把这种无常的认识 无常的观念啊 若是道心形上 以此去观察世界啊 那么我们就能够 我们的心啊 就能够从禅的界里面 摆破出来 我们就能够生起初灵心啊 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从这种常见里面摆破出来 我们的心啊 我们就能够活在这种空性的智慧 我们的心啊 就能够活在空性的智慧 所以这是一个文思修的过程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做空性 原因就是因为被我们的常见障碍住了 被常见给障碍住了 现在我们如果真正认识到无常的道理了 心不注意这种常的见里面 就是不再挤着于一些世间的一些现象啊 那我们的心啊 那我们的心啊自然就能够以空性将义 所以说 我原从于所闻诸意 如理着意中 而生显现通达地理之修所成为 就从所闻的意中 从所闻的这个经教中啊 如理着意中 就是从所闻的教语 教语来进行奴隶的思维 奴隶的思维之后啊 就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啊 通达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那么这就是说文思修啊 它是从修行上来说 它是一个整体 现观专言论语 随圣节节分 以见道修道 助数而思为 献举修道 此言大臣圣子所修道 有数数之为 献举修之也 下面就已经双语经论了 说了 随圣节者分 以见道修道 节者分呢 就是指的是 这个家庭 家庭会 在我们修行里边啊 呃 像 像 像维持啊 维持的体系 它把这个修行分为五个步道 就是 知良位 家庭位 见道 修道 然后就是究竟 就是究竟道 就是知良位 家庭位 通达位 见道 通达位 就是见道位 见道位 修道位 然后就是究竟 究竟位 那随圣 觉者分 觉者分 就是指的 就是家庭 家庭 这个觉者就是见道 觉者分 就是见道的因 见道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家庭 家庭位 然后呢 以见道修道 见道修道 这个也是代表着 我们修行呢 在过程中呢 两个 两个重要的环节 一个是见道 就是见道的空性啊 见道的空性啊 修道 修道呢 就是见道了之后啊 还要以这个修 不断地修这个空性观 用这个空性的智慧啊 空性慧啊 空性慧啊 去消融我们的烦恼机器 消融我们的烦恼机器啊 这个过程叫修道 受处而思维 受处而思维 现极 比修道 那么在我们这个修行的 三个过程中呢 有的层面是要通过 限量来活的 契度的 那么有的层面呢 它是要通过 比量的观修 所以 现极比修道啊 受处而思维 就是有的层面 比如说像家庭 家庭道的过程 它就要通过 它就要通过思维 就要通过思维 所以在维始里面 有讲到修行啊 有四种行思 四种行思 通过四种行思啊 活得四种如实智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想要这个 这个正的宇宙的真理啊 但是我们现在的认识呢 跟这个真理啊 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果以我们现在 有的这种认识啊 想要见到 想要正的空定啊 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要对世界 要进行重新思考 什么重新思考呢 那就是要学佛法 用佛法的智慧啊 这种政见啊 比如按维始道理啊 就要去维始见 如果学中观呢 就要用中观见 在这种中观的智慧的指导下 或者中观的正见的指导下 或者在这种维始的正见的指导下 对世界重新思考 那么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啊 就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错误的认识 直到我们的认识啊 如何宇宙人生的真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 然后我们安住在家的一种状态中 我们就很容易正的空定 那这个过程啊 也就是改变我们的整个认识的过程啊 它是需要用的是什么呢 顶这样 所以说在这个见到修道的过程中啊 它是离不开就是数数而思维 所以比较经常要思考 所以此言大成圣者所修道 有数数思维 限量几之也 所以说这个大成圣者在修行啊 它是离不开思维的 也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 除了不分别的安住 也就是限量之外 那比量思维观察修啊 始终是重要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先要知道的 那么再下来 即菩萨询问于 如是身及哨应苦的禅无间断 以始复进展如其所欲 精硬禅修 此言身及哨应 但跟三者及一意中 稀修舍不禁展至法 此言修中 由于分别会观察而有关 即与不分别端一安住而修止之良总结 这里有评论 即菩萨询论里面说了 什么呢 就是如是身及哨应 哨应 这里有三种 一种是身 喘哨应 烧用 喘哨应 喘哨应 就是哨应 我们喘哨应 良من fast 父徒 可以提到来 在这里彰值三根 喜 Hmm 在我们修行中 我们需要让身少用古得长如间断 身及少用古得长如间断 以此故定的如其所定 心意残修 就是要对身少用古得三种 以舍负尽长 这个四个方面如其所定 心意残修 经常要修一样的四种法 这里给我们提出的就是经常要修一样的四种法 就是舍负尽长 所以你看这下面的节目 是行生及少用上根三种 前面讲的就是生 少用 第二种就是少用 第三种呢 福得 福得这里就是上根 就是上根福得一年 三种呢 一一一中 在每一种中啊 都要修舍负尽长 什么叫舍负尽长 这个生 少用上根 这个三种要分开 就是生和少用 这个是一类 然后上根才是一类 那么修舍呢 舍就是舍负 就是舍负 比如说舍财啊 舍负财物啊 那就是修布时哦 那负呢 这个负呢 这个负就是要负这种 这个顺的言 因为我们在修舍负 因为我们在修学佛法中呢 集资近战 就是这种算根福得一年 这个就是要集资 一方面积累资粮 一方面要消除业战 要消除罪战 那么这个修行它是离不开阴影 不管是集资也好 还是近战也好 它都是离不开阴影 那这个负呢 就是要就是要负持啊 要爱抚这些顺的言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去去爱抚 去保护这些顺的言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顺言啊 我们修行啊就很难修好 那静呢 就是要进化秘仁 要改变秘仁 要进化秘仁 掌呢 就是对自己所修的这些 固实啊 以及对这个善人的扫护啊 对秘仁的进化啊 要用回向双形 使它增长 再用回向的声音啊 和翻起的声音啊 使它增长 那么同样的 对于这里所说的善跟也是一样 也要通过这个 也要求舍户进展 对于我们这个 过去啊 所培植的这个善音啊 也要求舍户进展 那舍就是舍户 不正的音 舍户违言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要固执这个善跟 但是一方面啊 还要不断的舍户这个不善跟 要舍户违言 那富呢 就是要保护 保护这个善跟 要保护这个善跟 的体性啊 不让这个违言生起啊 那第三呢就是静 静就是进化善跟 进化自己的善跟 所谓进化自己的善跟 就是要提升 提升自己的善跟呢 就是程度吧 掌就是增长 就是我们对自己所种的善跟 要深深水洗 那么水洗了之后啊 那么就会使这个善跟来到增长 就是这里里边 应该吉菩萨评论呢 说到呢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生 哨用谱德啊 这个三种啊 要修舍户进化 那么所言修周 由于分别会观察而修观 即以不分别专益安住而修止两种 那么主任道修行啊 大体就是主要就是两种 一种呢就是分别会观察而修观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分别啊 专益安住而修止 那这个就是指和观啊 指的那里就是不分别安住 观的差点呢就是分别观察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总结到我们这个道士必论啊 道士必论呢 道士必论的修行啊 主要就是这两种 就是指和观 但事实上整个佛法来修行啊 都不外出是修止才修观 就是整个佛法来修行 最核心的内容呢 不外出是不分别 那么下面 若而何道为修观 何道为修止 也如最善之时修信心 其想满大云南的念识无常 夜果流转过万 发福尽的心等 华尽之心的 在于此等段落 各行其 因众无间 能转促禅 思想无间 其乐不者 则十等之法面 如不尽的 无能灭过 下面呢 就是接着这个 整个道次第论的修行啊 来说你这个 指观的修行 就是在这个整个 道次第论的修行中 哪些方面 何道为修观 何道为修止 哪一部分呢 要重视 特别重视这个观修 哪些方面呢 要什么时候啊 应该要修止 什么时候应该要修观 如对善智时修信心 即狭满大云南的念识无常 借果 流转过万 发福尽心等 这些修观 这道次第论 道次第论 像 对善智时修信心 你要通过修观 是不是要不断地观修 观想啊 这个善智时的 功德 想满意大难得 认识到这个 这个我们下文会说到 想满人生 的重大意义 你怎么去认识 想满人生的重大意义呢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一直没有把这个身份 我们拥有的这个身份 当作就没事了 那你现在要认识到 这个身份的重要性 那你必须要通过修观 还有就是念死无常 这个叶果 就是这个因果的道理啊 生病这个因果的道理 还有呢 生死流转的过犯 以及这个菩提心啊 菩提心怎么发起 要发起菩提心啊 这些呢都要修观 因为如果不通过观察修啊 那么我们呢 就是 像菩提心啊 就很难发起 这个念死无常呢 死和无常 虽然是一种现实 我们很难会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些都要通过观察修 在不断的观察修的过程中啊 就是观察修的过程中啊 才能生起 在于此等段落 各息系 因重无间 能转素材到心仰出心 就是因为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一些 这个理念 这样的一种心仰啊 必须都要一种很 因重无间啊 要很认真地去观修 比如说念善不得功德啊 或者念死无常啊 你必须要很 因重的 就是要很 认真地 去观察 去思维 只有你很认真地去观察 去思维啊 你才有可能啊 这个这样的一种 这个观念 才会形成 这样的一种心仰啊 才会形成 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行 我们要所做的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转变观念 一个就是转变心仰 那我们现在在 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 我们早已经形成自己的观念了 我们早已经形成自己的心仰了 我们早已经形成自己的心仰了 那我们学习佛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要转变这个观念 要转变这个心仰 这个你要是没有 会很大的功夫啊 你要从 这个固有的观念中走出来 尤其呢你要从固有的这个心仰中走出来啊 这个实在不是一件事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必须要因众无间啊 要不断地这样想 不断地这样想 就像这个修这个对师 善师啊 身体这种恭敬真心之心啊 你要每天都要再想着 这种善事的功德 或者说这种念识之心 你要每天都要从各个角度去视为实 你才有可能对这个实弯啊 生成一种阔协感 你才有可能对这个生命啊 生成一种极度的这种珍惜之心啊 或者我们很难从固有的观念里面走出来 所以比若无枕 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话呢 只要持枕是反念 哪一节反念啊 就是无常 叶果流短过半 对善师师修信心的这个反念 这个反念 什么反念 反念是什么呢 反念事实上也就是我们 恍惚不有的心情啊 比如说恒常啊 的感觉啊 人死如真灭的感觉啊 或者呢 对善师师不公信啊 对拥有的环境不珍惜啊 不把这个信有的人生啊 生命啊 当作一回事啊 反而会去在于一些外在的 很不值钱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我们固有的奇怪 使得持枕如反念如不敬的 无能灭人 你没有办法灭人 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用这种 这个恭敬的心 去代替这个不恭敬的心 没有办法用无常的心啊 去代替那种很常的心 没有办法用菩提心啊 去代替自私心 因为我们的自私心的力量太大了 我们的这种 长的这种观念啊 力量太大了 因此不敬等心生起时 若素素分别观察而修 则能自作主宰 辟知已贪敬 真可爱之下 多所修计 当起猛烈贪多 若烟底多失其不可爱下 亦能生起猛烈生费 那东大师呢 这里呢 又根据我们 防复的心情啊 防复的心情的习惯 给我们寄了一个 反面的例子 给我们寄了一个 反面的例子啊 就像说我们这个不敬的心啊 就是不敬善师的心 生起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呢 速度观察 分别的修 什么叫速度观察分别的修呢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想这个 这个善师啊 这个法师啊 还有哪一些缺点 我们不断地去想这个善师的缺点 不断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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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想到后来呢 你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善师就一无是处了 你就 你这个 这种不敬的心啊 就主宰在你的 就主宰在你的心心了 那么下面呢 就写了一个例子说 弃之一贪敬 真可爱之相 而多所修行 单起文明探桌 就像我们对我们喜欢的东西啊 那我们喜欢呢 当然还是有一个程度的问题了 你喜欢到什么程度 喜欢到八分啊 还是喜欢到这个 这个能有十分 你可能有五分的喜欢 那这个时候呢 真可爱之相 你在进一步地想 哎呀 他怎么好啊 他怎么好啊 你继续想他的优点 继续想他的价值 你拼命地想 拼命地想啊 拼命地想啊 那想到后来呢 单起梦力探桌 那你 随着你对他的想的好处 你想的越来越多啊 你的探桌之心啊 也在不大的增加 你的探桌之心啊 你的探桌之心啊 也在不大的增加 那反过来说 若你淹敌多思行不可爱相 如果是 如果是 你对朝人 你朝人 然后呢 你就一天都想 这个人啊 怎么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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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可爱 你每天就这样想 每天这样想 那想到后来啊 你也会升起 用猛烈的成分心 你对他 你会升起 用猛烈的成分心 所以每一种心形啊 他都是培养起来的 他都是有因缘的 都是有因缘的 那么同样呢 周大师 举这个例子的道 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对这个 善子时升起公平心啊 想满大意啊 也是一样 我们这时候 可能只是对他有好感 但是我们要把这种好感啊 变成一种心形的力量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是要不断呢 去思维 去思维 就是去兴起 兴起 就不断地想着他的这个 优点 那么在这个想的过程中呢 就增加我们这个 这个善子的好感 恭敬 所以这个心形啊 他就是通过每种心形 都是可以信念的 都是可以信念的 彼此之够 修其此类道时 因之尽将 若显不显 必须指此 因众无间之观才而修为 那么同样的 修其啊 这个福音道啊 从一指善识啊 到念处很长啊 不是他自己又能生起来的 因为他离我们繁复的心形啊 观念啊 相差实在太远太远 但是我们 我们学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要把我们自己 变成一个繁复啊 如果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繁复 我们现在就不要修了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 非常成格了 哎 那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 反复的心情里面摆扩出来 哎 然后呢 我们要成就活菩萨的心情啊 那 活菩萨的心情呢 在我们的 心情 心理世界里面啊 它的力量是很多的 而反复的心情啊 是代表着我们无尽的生命的积累 哎 那 那 那我们现在既然我们要去培养这种 我们要成就活菩萨的心情 那我们自然要努力 哎 因为这种心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哎 很 很努力的 力量很弱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观修 哎 就像我们我们觉得 哎 就像我们伟大的一件土地 这一件土地啊 现在啊 原来充满了很多草 这个 一片花屋啊 法草重生啊 那现在呢 我们想在里面做一些漂亮的花啊 果啊 哎 那你刚刚把这些花果啊 冬下去的时候啊 哎 那你一方面你要产服这些精神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对这个花果啊 你要近小的去呵护 每天要给它浇花啊 浇水啊 太阳大怕太阳晒的啊 你要还搞一个东西要给它 太阳啊 要慢慢的让它成长起来 那也就是我们协活的过程 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佛 我们内心里面所具备的一种圣贤的一些品质 我们要让它摘量 让它断大 那么在这个摘量断大的过程中啊 它是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要想要成就这些善行啊 首先我们必要从这个 凡夫的心情里面摆折出来 其实我觉得修行最难的就是我们从凡夫的心情里面摆折出来 最难的就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你要为了很大的力气去调整 你一不小心 你又进入到凡夫心的习惯里面去了 哎 像会很大的力气来调整 你要不调整啊 你说我现在就开始 一修行就开始不分别 很多这些修行的人啊 你不懂的教理 而不知道我们现在有的心情的基础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心情的基础是凡夫心 是贪生痴 如果你的心不加以调整 不加以调整造作的话 不做努力的话 你可能就安定你这个凡夫心的状态里面 你根本就难以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你所有的修行 你都是建立在这个凡夫心的基础上 那你修来修去修什么呢 修到后来就是修了一大堆火慢 习气固执 就是自以为是 或者就是走火入魔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就是 所以我们就就菩提道了这些 所建立的这些正确的观念啊 心情啊 那么这些所原境啊 若显不显 就是在我们 因为我们对于面对这些所原境啊 有些我们可能比较清楚 有些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呢 我们都要必须直识 因用无间去观察而修理 必须都要很认真的 这个没有间断呢 去观修 谈心不能奢处于一所原 唯令如意 康能安度之体 只识 过速度观察 等心不能处 故意施足 去修之也 那这个修 修就是一个是观修 观修的目的呢 这个 光是观修啊 观是停留在观修的上面啊 还是不行啊 观 观 观修的目的 观修日 这个过程 主要是帮助我们调整的心心 主要是帮助我们调整的心心啊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 非常处杂的 很多心情 那我们在观修的过程中 它主要是不断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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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调的过程中啊 调的问题是什么呢 调的问题是什么 无非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啊 调到一个准确的 一种心情上 也就是一种正念啊 或者一种正知啊 正念啊 当然如果最高级的 就是调到一种无造作的这样的一种 安住 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我们普通呢 比如说像这个易子华 就是要调到这个恭敬心 最上就是身体恭敬心的 你还要不要调呢 还要不要调 你从不恭敬调到恭敬 那已经进入恭敬了 你还要不要调呢 就不要调了 你要再调啊 就基本不恭敬 哈哈哈哈 所以调到位的 就放在那里就好了 你就属于这种心就好了 你就让这种心心啊 力量壮大就好了 你不要再做什么了 你要再做啊 反而是多此一击 你要再做的话 你的心是不会入定的 你安住在那里就是指 指的时间长的 它就是定的 就是定 所谓就是定住了 就是定住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调到一定程度 准确的 那你就要直的 那不要处处观察 不要处处的 一直在没完没了的在调 没完没了的在观修 那你就远远的不会入定 所以在这个修定里边 就是着意不着意啊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什么时候该着意 什么时候不该着意 你的心还没有到位 那就在用着意 着意就是你 就是要继续调了 如果你已经到位了 你就不要再着意了 你要再着意的话 那你的心啊 那你的心啊就不能安住 它又又又偏了 又开始又偏了 所以观和指啊 这个是这个我们心念经理的 两个 两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先要观 然后再指 那指了之后呢 还是 这个 这个 就迷范度在这样的一个指的 这个心境上 这个 前面讲到的 这个指光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应该应用光 什么时候应该应用光 什么时候应该应用指 这个指和光 指上它就跟于法度的 法度的应用 就是当我们的心安住在指的上面的时候 那这个心啊 它不是那么老实的东西 你过一会儿啊 它可能又跑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要再观 再观修 再观察 调整 观察就是调整 然后把它调到位 然后就放在那里 当然这个 这个指呢 在国法里面讲 这个指啊 它也是有层次的不同 就是 有所指 不所指 很普通的修行 它是有一个指的对象 有一个地方好坏 但是高级的修行啊 最高级的修行啊 最高级的修行啊 它是没有指的 心是无所住的 没有一个 没有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但是呢 也不是傻观 那 这个指 当然作为我们现在的修行啊 初期的修行 它还是要有一个指的对象 如果没有一个指的对象 这个心啊 就很难安住 那指和光 那指和光 它是信念心的 两个方面 两种 缺义不可 那下面呢 曾大师啊 前面已经介绍完了 指和光 什么时候需要指 什么时候需要光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 它是扣斥两种关键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 万键 错的关键 提出来 或不了解 如是 道理 为 侠备者 为当 观修 诸 古萨离 定为 子修 此说 黑眼 第二种人 依皆修 参修子观 虽属 侠备 亦夕修子 众是古萨离 古萨离 亦夕修 以善识之 修 猛 力 性 等 等 顾 没有 也 这个 说 不了解 如是 道理啊 有的人啊 不了解这个 指和观 它的功用不同啊 它的功用不同啊 那 它就会 有这样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 什么错误的观念呢 就是 侠备者 就是比较粗名的 脑筋比较灵活的 这些人啊 应该呢 修观 就修观就行了 为当修观 只要修观就行了 诸 古萨离 定为 子修 古萨离 什么叫古萨离呢 就是 专行 专修苦行的 一些修行的 专修苦行 就是 不太爱正好心的 也不太爱读书的 也不太爱读书的 专修苦行的 专修苦行的 一些修行的 只要修止就行了 那 中大师呢 就说 只说非 这就是对的 对的 对的 第二种人 接 一接西 参修 参修止观 这两种人啊 都应该要参修止观 如果按我刚才前天给你们讲的这个道理啊 我想你们有些应该的 为什么两种人都要参修止观 因为观 观跟止的功用是不一样的 没有观 你的心没有办法调整到位 如果没有止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 你即使调整到位的 但是你这种心情 你 你调整到位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也就是要 成就这种心情 要安住在这种心情上 要熟悉这种心情 哎 那所有的这些过程呢 都是要不过止来完成的 止就是一个熟悉 熟 调整 熟悉 熟悉 那肯定 这两种呢 从我们这个信念心的角度来说 嗯 哪一种都不可以缺少 你说哪一种可以缺少 哪一种都不可以缺少 哪一种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 随属辖 一起修止 非常是聪明的人 也要修止 因为你要不修止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你的这种心情上来 信念 重视 没有办法阅量起来 任何人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信念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信念 才能到搬住你活的某一种另外一种心情 就是一种正念 就是一种正念 正知正念 正知正念 这种障害 至于非以作义 以知识分别 以如以作义之正分别 二种 未能辨别之过也 那么接下来又反驳 因为我的人误以为 他说分别会观察 这只是在文师的阶段 他只是处于文师的这一部分 若求修会 如果说到修行 只要不应而 他就不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不应该分别 如果进入修的这个阶段 就不应该分别 但是此时非 这个指头是错误了 为什么说是错误了呢 必以为一切分别 皆是着相 代表分别 都是处于着相的犯逃 为成果之障碍 成果之障碍 他们觉得不能分别 修行 在文师的阶段 你可以分别 但是在修的阶段 也不能分别 你如果分别 你跟修 就不能相应 就不相应 那么中大师的观点 分别 奴里的分别 他也是属于修的范图 奴里的分别 也就是属于修的范图 那么这个奴里的分别 事实上也就是 我们刚才 我们最近一代讲的 他就是一个调整心形 就是一个调整心形 观察修 在观察修的过程中 来完成我们的心形上的调整 在观察修的过程中 来完成我们的心形的调整 就像我们不断来观察 这个善主是在攻击了 不断来观察善主是在攻击了 这个善主有什么攻击了 都要通过分别来 分别 那么在这个观察分别的过程中呢 也就是逐步的在调整我们心形的过程 那么这种正确的分别 中大师觉得他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如果说把分别啊 当作是修行的障碍啊 着相啊 是以非理着意之执持分别 以如理着意之正分别的二种 未能辨别的过程 但是这种人啊 他把非理着意就是错误的分别 或者执持 执着 带有执着性的分别啊 和如理着意的分别啊 没有能分开 没有能分开 我觉得中大师他这个说法 确实还是很有道理 因为你看我们的修行上来说 就是这个清静善就是听闻正法 如理作意法征法经 那听闻正法如理作意啊 他也是把这个列入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八正道里面第二个就是正思维 正见了之后就是正思维 所以在这个八正道就典型的修道了 所以在修道里面啊 事实上他并不采持那种正确的思维 而不是说什么都不分别 还是对的 那是不对的 并不采持为此教绍中 习修心以所言 如意能处无分别之三摩地 提前若过关又将为三摩地身体之障碍 那么还有一种能是产生一种什么样的错误的理解呢 他觉得你要入定 你要入定 也就是你要入定的话呢 你就不能分别 但是这个说法是很融通 融通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说要入定 入定入什么定呢 入定无悔就是要少认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就是需要把你的心啊 调整到安住在一种正面上 这个是一个过程 然后安住在正面上了之后啊 然后你是不要分别了 是没有错了 你再分别啊 确实会成为就是这个入定的障碍 但是呢 如果你的心没有进入这个正面啊 这个阶段啊 那你要是不分别的话 那你的心就没有没有办法进入正面 如果没有办法进入正面的话 那你入什么定啊 你入什么定啊 那你入万感定 所以说 这个有的人认为这个修心啊 在一所人啊 不要住山佛地 就是要心要安住在找山佛地 他前面不能修官啊 这个 这个 这会成为这个 这个 就是路定 山佛地就是定 很实了 很障碍啊 就是把这个观修绝对排斥在山佛地之外 跟这个山佛地啊 跟这个定啊 绝对对立起来啊 这是错误的 哎 但是如果说一定说这个山佛地一定是通过观修来完成啊 直随的 由观察来完成啊 那我觉得也是错误的 那也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说你已经安住在山佛地上 你不断的在分别 不断的在分别啊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给你 所以我们这几天讲的这个子和观呢 这个观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在修理里面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就说 再进一步的说 就是观和子的关系 为什么要先要有这个观修的过程 例如 上野金银之侠惠 上师 将金银速速以火烧之 清水使之 兴起购贵 购贵其极 借机条楼随色赤乃能至耳环 等刺激如意可生 这个调整我们的心的过程啊 他这里挤的就是一个像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叫什么 就是那个野精啊 野炼啊 就是搞那些野炼 金银 就是那些金银 金银银银 善意 这个 就是野炼啊 金银的狭肺断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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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技术很高的 野炼技术很高的 这些金银和银银 那么他们在野炼这个金银的过程中啊 将金银先要速速以火烧之 野炼之啊 野炼的过程中先要用火烧 然后用水洗 然后在这个洗的过程中的一方面啊 就是这个 把这个金啊 银银银的杂土给弃掉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 让这个金银啊 变得更瓢楼啊 最急瓢楼水分 那么把这个金银都变得比较瓢楼的时候 然后才能 能治耳环成自己 才能治耳环 如意可成 希望把他这一块金银啊 希望做什么做耳环就是做耳环 做戒指啊就是做戒指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么这个制作呢 他要先要通过一个野炼的过程 要通过一个野炼 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的心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是很野的 是很暴力的 就像野马一样 就是 那你要调扶他 这个没有方便啊 那是不行啊 没有方便 所以说 如银西之繁老随货 其二行者 以休息黑夜果 以事先过半所说 牛分别会 速速观察 彼此过半 令朝便热闹 所以艳离 如今在所 朝彼处够 他说就像我们过期啊 过期嘛 也就是无始以来啊 缓恼 即是缓恼 缓恼就是指根本缓恼吧 根本缓恼 随过就不指随缓恼 这个如果按白缓 因为中大师啊 他进程的基本上是这个 好像为师的 很多这些思想 我们讲到缓恼呢 有根本缓恼 有随缓恼 根本缓恼 有六种 贪 称 痴 慢 疑 二贱 六种根本缓恼 还有随缓恼 随缓恼 有二十种 随缓恼 就是谁的根本缓恼生起的 有的是属于根本缓恼的 它的风味 就是不同表现形式 有的呢 就是建立在根本缓恼的基础 这叫随缓恼 那么我们这个过期啊 一直都是谁的这个根本缓恼 随缓恼 因为这个根本缓恼随缓 所以引发种种恶行 恶行就是这个杀到淫妄啊 以修其黑夜果 及世间过犯之所做 因为这些烦恼恼行啊 所以就引发了世间的种种过犯 种种不容易的事 轮回啊 痛苦啊 都是因为这种由这个烦恼和黑夜啊 对恼行所引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用智慧啊 来观察 来认识到 他的过犯 观察 也是过犯 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麻烦 令昭变热脑 所以 变热 就是 要意识到 他给我们带来的苦恼 痛 过犯 然后我们就能够对他生起呢 厌离 厌离之心 对这个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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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感的结果啊 我们首先要身体厌离 这个在我们学活的过程中呢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黄独心 以及这个黄独心 所告练的这个万想世界啊 我们不能到身体丝毫的厌明之心 那我们就很难从黄独心里面摆过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轮回啊 还是蛮好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啊 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们说 生出离心啊 那是一句假话 那是一句假话 因为你并没有对这个轮回啊 生起真正的厌离 真正的反感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像这个炼金师啊 如金在火啊 就像这个金已经放到火里边去了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思维轮回的过患 煩恼的过患 这个过程呢 就像金已经扔到火里面去 去把它融化掉 热恋 稍比成够 在火里边把这个金呢 这些杂子给烧掉 把它除掉 用于善制十字功德 即想满大义三宝功德 即白夜果 菩提心善制者 即分别为素素观察 能令心愿者引发病 其次呢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善制的功德啊 两宝大义啊 以及三宝的功德啊 以及这个善因善果啊 自己的观察思维啊 用分别的智慧 用分别的智慧 用分别的智慧啊 不断地去观察思维啊 让我们的心会得到滋润 因为当我们做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啊 哎 我们的心呢 就能够安住在善罚上 当我们的心安定在善罚上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是滋润的 我们的心是和谐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在堪称慈善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是对立的 冲突的 冲满这不愉快的 是难以加益的 是不是啊 这是两种状态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观察 要从心的这个暴力的状态里面走出来 然后现在呢 通过 思维这个善制词啊 想满大义啊 哎 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的心啊 安住在善罚上 那么降了我们的心啊 就会 这个充满这个和谐 安强 那么这个过程呢 如精在水洗啊 就像精啊 拿到水里面去洗的过程 阴珠百景 令义气 向 令义气 向爱乐也 就是一种白饼 变这些白饼 白饼跟黑饼啊 白和黑 在佛教里面先行 黑夜 就是指的是不善夜 二夜就是黑夜 白夜呢 白就是洁白和不霞啊 指的就是善夜 那么我们应该不断的思维这种 一指法啊 思维善夜的火啊 那么这样呢 我们对这个善法 以及善法所谈分的结果啊 就能生起一种 欢喜爱乐 就是喜欢的 如是成语 随意修子修观 淡烧作业 不假作丛 即可 那么如果我们能做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的基础 之后我们再来修子观了 我们就不要费很大的经验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 我们心情的基础是贪生痴啊 我们心情根本就没有从 防护心里边 在贪着里面摆脱出来啊 我们直接就要修子观了 那难度会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的心太粗 太粗太粗 要修子观的困难 如是修观 实为修五分别 三魔地之 圣方便 圣者无作 亦如是 如是修观 像这样修观啊 实际上它是帮助我们达到 五分别 三魔地的一种最好的方便 当然这种方便啊 事实上呢 其实它应该是一种 前方便 是一种前方便 是一种言 是一种真善言 当然如果说你直接要进入三魔地啊 还是要按住在这个指的上面 要按住在指一上法 指一正面 指一上法 指一正面啊 时间长了 那么它才能进入三魔地 但是你要指一上法 指一正面啊 你必须要有前面的这个 要前面的观修为基础 要前面的观修为基础啊 如果没有前面的观修为基础 那是很难的 所以圣者无作 比如说福祖福大 也是这样说的 这个也可能 我是因为原来很难学维持的观修 我觉得这个宗大师讲的这个直观的道理感 这是特别的合情和理念 这是在从修行的角度来说 这是在从修行的角度来说 特别的合情和理念 则一段分成 以抵制对质 盖建功德之心 身关系而高举 要有我们力无间 念死无常 与苦忍过患之心 则一段调 以调为贪一分所 则是上万里 比对质其多种能力 所占之厌 接下来就是要讲一讲 就是这种观察心 对于我们在修行中 对治分成和调整 这两种 残病的障碍 是非常有用的 福祉能使心以所言 兼顾安住之主要为原 也是承教二种信仰 就是在我们修这个止观的过程中 能够使我们的心 是安住在这个所言上 我们前面讲 什么叫修道 修道就是 就是要把心安住在一种善的所言上 就是心安住在一种善的所言上 然后呢 长时间安住在一个善的所言上 这个是两个过程 就是要把心安住在一种善的所言上 这个要做的是 需要通过光 来帮助我们 把心安住在上 上所言上 就像把这个表 安住在这个桌子上 把这个钟安住在桌子上 这个钟本来在这里 我现在要安住在这里 但是这个桌子可能它是一个重的桌子啊 我安住在这里 过一会儿它又跑掉了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 再把它安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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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再也会跑掉了 那所以安住 那所以安住 善的所言 安住 长时间的安住 但是在我们长时间安住的过程中 它也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沉 一种就是掉 沉 昏沉 昏沉就是心死掉咯 昏沉啊 睡眠啊 你就没有感觉咯 其实昏沉睡眠也是一种心 也就是你的心啊 陷入到一种 就是没有知觉的状态了 那就是被睡眠的这种心所啊 陷入到睡眠 昏沉的这个心所也连去的 那还有呢 就是掉底 掉底就是摇摆不定的 你本来要安住在这里 可是它现在摇摆不定的 冬一下心一下 我们打坐的时候 觉得都太新闻了 不想明天 冬一下心想 这个说啊 平常想不起的事啊 一把坐啊 很想起来的 所以觉得打坐蛮有用的 那我们现在呢 要成就这个子啊 那你必须要克服这两种 就是成本调 你要不能到克服这两种成本调啊 那你就别想 那怎么要来对治呢 这个要通过观察修哦 所以 若有猛力无间 念三宝功德之心 则一段成调 则一段成调 我们一念三宝功德 我们一念三宝功德 那我们分成了说 我们一念三宝功德 我们这一种三宝功德啊 生成一种由衷的 赞叹叹 就像我依照这样一个宝一样 关键是我们要生起一种稀有之心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要生起不稀汉之心啊 那可就没办法了 你说三宝功德我不稀汉 哎 我不稀汉 那你就不会有兴奋啊 所以你要对三宝功德来生起 你猛力的那种稀有舒适难得的心啊 当你如果在你分成的时候 你去想这件事情啊 你观察思维这件事情啊 那你就会 就会很有精神啊 哎 就会很有精神啊 就像就像有的时候 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你看出来就是打瞌睡了 分成了 想睡觉了 可是人家说了一件 你很有信息的事情 你这样子你就来精神了 哈哈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哎 那有这个经历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三宝的功能 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状态 你听了之后 还自己一想 很兴奋 啊 原来我还有这样的价值宝啊 原来我以为自己是同官大名 没想到我现在 原来我这么大的富翁啊 那边比了盖剑跟我比起来啊 那边差的太远了 那边想啊 那边想啊 西天都写不着教 所以盖剑功德 心疼关心而告急 这是这个道理的行 又有稳立无间 念此无产 以苦等过患之心 则一段调底 另外呢 我们可能进入调底的状态 调底呢 对这个感情器 对那个感情器 一会儿又想钱 一会儿又想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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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又想啊 成有了关系 啊 想得多啊 所以啊 越想越来劲 越想越来劲 怎么办呢 进不下来 所以你要想到死了 明天就要死了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 你想啊 哎 然后死了嘛 马上就掉到三个道里面去 啊 那个立完啊 八六第一啊 八喊第一啊 你想啊 你想一下自己的队 再也不敢打幻想 是不是这样子 哎 为什么呢 以调为贪等一分所存之善乱之心 因为调底不属于贪足啊 我们为什么会调底 为什么会打很多幻想 就是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幻想 进阶都是属于我们所贪夺的对象 哎 如果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东西啊 它是不会粘到我们心里边去的 就让我们到街上去走一趟 你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记得住 嗯 是不是啊 我们到这个街上去走一趟 能够让你产生回头的 有信气的 能记得住的 一定是你特别有信气的东西 你才会记得住 你有信气的东西呢 也就是你看错的东西 你才会有回头啊 你还会看多看啊 还会想着啊 一定是你有兴趣的东西 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感应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上一趟街 你什么都能记得住 对不对 如果你上一趟街 你什么都能记得住 那你还厉害啊 还没有人有这样的功能 那美就是能够在我们心里边留下来的东西 一定多办啊 都是我们探索过的东西 我们有信气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思维这种无常啊 苦啊 乐器的苦了之后啊 我们的探索的知心啊 一下子啊 一下就被学头上气了 一下就没劲了 这个劲就没了 就是这个贪 支撑的这个贪呢 这个心的力量啊 就会被超出来了 就会进入到面属无常 出离 你的心脾马上就会转移掉了 你的心脾马上就会转慢了 彼此对峙 即多种精中所淡于厌秘 那么这种对峙呢 就是能够在你里面讲的 就是厌秘的心 要有厌秘的心 要有厌秘的心 所以这个观察修呢 他今年要帮助我们 对峙分成 也能帮助我们对峙教堂 那么这种对峙呢 确实还是要通过观察修来玩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观察修 你的心啊 如果没有办法从幻想啊 从幻想中心里面 从邪直邪念里面 从长浪分成里面走出来 你修什么指啊 你指在哪里啊 你指在哪里啊 你指在哪里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指到正面上 哎 试一指法讲完 他最多的内容在说啊 所以这个一指法是两块 两块继承 这个两块呢 这两块的内容都很重要 术子法是怒道的根本 就像树的根一样 一棵树的成长离开树根 所以你们要多下一些功夫 在私下还得多看一看 我们是以前讲的 法律的讲的这个子官的道理 你们在私下打坐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调整 调整 对不起 调整 对不起 调整呢 我们修一止法 就是按一止法的规则 这个锁言进来 按住我们的调整 调整到什么位置 调整到什么位置 调整到中进心生息 生息之中生息 然后安住 安住在中进心上 安住在这个增济 增济进心的看 如果不进心生息 这个增济在进心生息的 我们的一止法来修行就成功了 一止法来修行就成功了 那么以后啊 这个 任何一个法来修行啊 大概也都是这样子 它的原理啊 出乱都是这样子 前行 赞行 结行 位修中间 前行的六家庭啊 大家也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注意 六家庭 这是我们的先安 这是我们打坐啊 比较有一个氛围 但是那么在这个前行的这一部分啊 如何欢修 如何供养 如何成色佛像 如何取悲加持 方式求佳 这些基础都很重要 那前行 前行修好了 前行也是正确 因为我们这次讲的前行啊 制度上是包含着很高的一种观修 一种见地的这个前行 尤其是在讲到 以前七十十年啊 七十十年里面 他这个观修的道理 应该给你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正行的重点呢 就是直观 正行的重点是直观 结形 温修中间的重点呢 就是在起心动念中 在行处坐卧中 在吃喝拉撒中 在睡眠 睡眠中 我们都要信念这种正直正念 都要信念正直正念 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去不断地去通过各种人 创造各种经营啊 比如说我们读动经教啊 清静善事词啊 帮助我们活的 这个正直正念的 这样一种年纪 愿意似共生 愿意似福德 苦及力气 我愿意众生 我愿意众生 皆共臣佛道 希望能成功啊